昨天我们做了12位婚妹出轨的女明星课集,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另外12位。 虽然我们是娱乐频道,但了解事物,一定要全面要系统,才能形成系统的认知。 所以要盘点就要盘点详尽一点。 此外,我们娱乐节目也不是指责和批判这些明星,我们更多的是听别人故事,思考自己的人生。 从别人的经历里,去寻找到自己的信念。 13、赵雅芝,人称不老女神,香港男士最佳梦中情人,缔造了30年的荧幕神话,可谓经典女星的杰出代表。 特别是上海灘中冯澄澄的形象,以及新白娘子传奇中白娘子的形象,更是让她深入人心,深嫩民心。 但生活中,赵雅芝却多次被抱不守复道。 比如被第一任老公黄汉伟,曾经发现黄元申写给赵雅芝,并被她珍藏的一封情书,坐视了她和黄元申婚外情。 另外与不少合作过的明星,诸如郑少秋等人都相继传出过绯闻。 就连吴君如多年以后,在台湾某个节目中提到赵雅芝时,都忍不住直接开喷,说赵雅芝偷汉子。 大嘴吴君如,还真是口无遮拦啊。 不过,这也间接坐视了赵雅芝婚内偷情的事。 十四,马荣花着王宝强的钱,住着王宝强的豪宅,几乎卷光王宝强所有家产。 却与经纪人宋哲多自行苟且之事,被抱出轨后,反倒倒打一耙。 可惜天算不如人算,王宝强一飞省油的灯,虽面向忠厚,但心思缜密。 最终马荣竹篮打水一场空,连游人生巅峰跌落成千夫所指的绿帽女王。 正所谓天道有轮回,苍天饶过水,马荣这算是旧游自取吧。 十五,宋丹丹。 是因为我有了十年里面唯一的一次婚外情,我当时太孤单了,太需要爱了,我觉得。 然后我非常迅速地就和一个人恋爱了。 第三天我就给英达打了电话,我说我有外遇了,我们离婚吧。 她说。 也许在大众心目中宋丹丹作为一位优秀的喜剧女王,她总是那么豁达开朗,似乎很难将她和痴情折肿自演联系在一起。 但是离开大屏幕的宋丹丹,只是一个普通女人,她对爱情一样有执着,一样不遗余力。 可是让宋丹丹遗憾的是,她经历的三段婚姻中,让她收获更多的是心痛和无奈。 她也曾经因为婚姻的魄力而一度失控为了得到爱,为了发泄对丈夫的不满而踏上出轨这条路。 随后,宋丹丹公开宣夺了自己的罪状,我出轨了。 当时宋丹丹因此受到大众的指责和非议,但是让她更加心寒的是,得知她出轨后,应答冷漠地回应。 16.刘晓庆 刘晓庆是比较花心的女演员。 她结过四次婚,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导演陈国军。陈国军婚内出轨了刘晓庆。 没想到好不容易跟刘晓庆结婚后,刘晓庆却背着她出轨了姜文,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,竟然跟姜文同聚了。 这让陈国军恼怒不已,曾服用安眠药自杀。 这一次儒敢一直让陈国军耿耿于怀,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《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》的故事,将刘晓庆和姜文的出轨丑闻宣告天下。 17.叶倩文,61岁的林自祥,当年不稀气糟糠,自尽千夫所指都要再娶,目的只为给叶倩文一个名分。 可惜近年两人屡床婚变,有指女方跟比自己年轻13岁的羽毛球教练杨上人麦克打得火热,11年婚姻结冰。 47岁的叶倩文,又以生活不协调为由,要求与林自祥分房睡,二人各有各生活。 上个月,林自祥更被派一个人坐电车,吃河饭,也如孤独老人般苦闷,相反。 爱热闹,爱享受人生的叶倩文继续拖难但你吃喝玩乐。 18.玛雅书,当年玛雅书因和吴奇隆拍摄电视剧《消失一郎》而相识,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并结婚。 但是,两人因为长时间的聚少离多感情慢慢变淡。 后来,不甘寂寞的玛雅书被曝和外国帅哥婚昧出轨。 深爱玛雅书的吴奇隆,最后决定晋身出户,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很难忍了。 现在两人也各自有了家庭,四爷和诗诗也常常在机场撒狗粮。 人生的另一半,之前其实谈了几年的恋爱? 五年。 谈了五年,那应该双方都很了解啊,你觉得呢? 七五年,我们加起来能够相处的时间大概也不到两年吧,我想。 为什么那段婚姻好像维持得没有那么长? 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,我尽量做都该做的。 然后,甚至包括我工作的内容,我的生活休闲的内容,我都会调整。 你知道我,其实坦白说,我在感情上面,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。 能给人家的东西可能很少,但我明白我的工作跟我的环境做不到,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我是有亏。 19.秦淑培,在被曝出和前夫的离婚争议之前,大家对秦淑培可能都不太了解。 秦淑培当时被曝出和陈冠希婚内出轨,但后来剧情反转,秦淑培控诉是前夫出轨在先,而出轨的对象,是他们共同的朋友。 后来,两人离婚,秦淑培和陈冠希经常秀恩爱。 现在,两人虽然没办婚礼,但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陈冠希还经常晒出爱女的照片,十分幸福。 20.张小慧,她被称为是上个世纪风情极致的桃色女王。 张小慧和钟正涛结婚后的十年内,张小慧竟然和五个男人有过交往,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无人能及。 后来离婚后,张小慧一直没人敢娶,跟子女的关系也比较疏离,也算是自食其果,自有应得。 21.贾静文,当年,事业如日中天的贾静文,不惜未婚先硬挺着大肚子嫁给孙志浩。 在娱乐圈引起极大反响,就在许多人都艳羡这段豪门婚恋之时, 贾静文却以蓬头共面的形象,出现在公众面前抛轰孙志浩,不仅那方面不行,还不让自己见女儿。 从此,一段轰轰烈烈的夺女大战就此展开。 与此同时,关于两人到底孰是孰非,也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 孙志浩更是大爆贾静文曾经不甘寂寞,背着自己给同剧演人发暧昧短信。 虽然最后贾静文被严厉拒绝,但这却让贾静文的形象一落千丈,令人虚惜。 22.潘岳云 2008年8月,科手潘岳云在台湾淡水租屋处,与外日男子黄启舟同居,被丈夫黄光泉抱紧桌间在床,当场拍下她与情妇裸照。 后来双方为此事还大闹到法庭上,潘岳云坦言丈夫长期没工作,家中开销都靠她支付。 夫妻早已冒合神离,暗指房事很不如意。 而当时有网友指责潘岳云的太过于不守妇道,也有网友指责黄光泉好吃懒做戴上绿帽子活该。 这起丑闻就此被闹得沸沸扬扬。 23.黄启山 有过三段婚姻的黄启山真不是让人省心的人,更是被人爆出深夜优惠音乐人吕燕卫,为父劈腿,老公无奈之下只好起诉离婚。 黄启山歌唱得不错,但是感情之事还是长点心吧。 24.李小璐 2018年娱乐圈第一件大事,莫过于李小璐出轨一事。 刚开始李小璐全然否认,说是跟朋友聚餐。 但随后李小璐出轨的各种信息,纷纷被网友扒出来,甚至扒出李小璐与PG1的亲密视频,至此时李小璐出轨被试锤。 贾乃亮和李小璐随后也官宣离婚。 曾经的李小璐与贾乃亮的郎才女貌,让大家羡慕老公高大帅气又不佳。 凭自己的努力,在这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,而且在这诗诗非非理灵非文。 有了可爱的女儿,她在家相夫叫子,是多少在外打拼的人的美好归宿。 但一切却因出轨事件戛然而止。 婚姻是一种契约,不爱可以选择离婚,而出轨被判是最卑劣的选择,本就该受到谴责。 与任何原因无关。 个人感觉娱乐圈争乱,这些女星出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人设崩塌,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 不过无风不起浪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星出轨,网友们怎么看待呢? 欢迎评论一起交流。